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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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厌解如来真实义 厌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法师各位去到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看到课本八十五页 二十九经 二十九经 倒数一二三四五 第五号 好 讲到罗侯罗去王舍城 问世尊 问世尊 也就是他爸爸 他的问题很简单 怎么样才能证得无我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里的说就是云和知云和见 那么 我这个 就是我要怎么样修 怎么样观察 怎么样观照 才能够让我 正得无我 无我所 好 那 这个佛 我们看这个倒数 一二三四五 第五号 佛跟他讲 就前面稍微 我们稍微说一下 前面跟他讲 你要去观这个五蕴 那五蕴里面 因为 我见是从五蕴中生起的 所以 你要知道无我 你要先知道 为什么 会执着这个我 然后在 那个癥结点是在哪里 就是 你认知 那这个色受想行事为我 所以 你就去观察这个身心 那 暗暗经 那 传统的说法就是 他 这个 就是 一般的说法就是 从色 然后受想行事 那 一一去观 当然我们也可以 就是 就 五蕴中 就是 就是 就身心来看就可以 那 那 心分作受想行事 好 那通常都是 先观身 那观这个身 有所谓的内 跟外 那 那一般我们说的就是 内六处跟外六处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佛陀跟 这个罗后罗讲 你要怎么样 正得无我呢 观所有诸色 那一切的色 那不外乎 就是我们把它分裂了 分析 不外乎 就是 从一般人知道的五大类上去分 就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 内跟外 出跟细 好跟丑 远跟近 就是这样分 那我们要习惯 这印度人在 在 比如说 就讲一件事情时 那么就会就这件事情 做种种的分裂 比如来讲 波勒经里面 我 就十六种 空 就十八种 十六种我 十八种空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就 这个我 不同的分裂 众生有九有 有二十五有 那个也是不同的分裂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金刚经的 一切 他问 这个要怎么样 让这个菩提心 不退 那就是发了阿尿多罗三马三菩提心 因云而住 云而强菩提心 云而修行 那怎么样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要成佛的心了 怎么样让这个心 那么不退转 一直往前 那么一直依这个心 成就圆满菩提 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好像我们现在 要解脱 要正得无我 那问要怎么样正得无我 好 那他的把所有一切众生就分做三大类 卵生胎生 食生化生 这个是一类 有色无色 这个是一类 有想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 这是一类 那一样 那么这里 这里把所有的一切法 基本上 它不一定是色法 心法也是 那其实就是一切法 就好像把一切众生分三大类九种 胎卵食化是一类 有四种 有色无色是一类 有两种 有想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 是一类有三种 那么这个一切众生 就分为三大类九种 那这一切法 就分为 就这里了 这里来分 它有不同的分裂法 这里分就分这 所谓的过去未来现在 内外 好丑 出戏远近 这个其实是一切法的分类 因为这里虽然讲色 但是后面有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那么这个色受想行事 这样它基本上是 粗分两大类 就是色法跟非色法 那一般我们叫做心法 那只是后来 后来又多了一个非色非心法 就变成叫做心不相应心法 那一般来讲阿含群里面 其实它就是两类 色法跟非色法 就这样 就好像众生 色跟无色 或是从想来讲 那有想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 那就三类 类像这样 那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 他们对一切法的分裂 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 好丑 出息远近 大概就是 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因为你要知道无我 那首先 知道无我 你就必须先知道 那什么是我 因为无我 我们前面讲过 无我 只是我的否定 它有时候讲无我 有时候讲非我 有时候讲 就是 不是我 所以这里讲的不 那 就是这里讲的 非我 不义我 不相在 它都是否定 否定了你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 那 所以你必须先知道 我到底是认知了什么 我到底是执着了什么 那它只是叫你不要执着 它没有说你执着这个是错的 你应该执着这个 不是 它不是这样 它说你抓这个不对 你应该抓这个才对 不是 你抓这个是不对的 你放手就好 所以它 它这里是在强调 就是 一般人 所与执着的点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 好丑 出息远近 就是 它的执着点大概在这边 那你只要认知 你这样的执着是错的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种认知要透过绵密而持续的观照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这样读一读 我们就 漏过去漏未来漏现在 读个一百遍它就通了 没有不是 你 你 受词读诵之后 你一定要好好地想 什么是过去 现在过去 什么是现在过去 比如说色 什么是过去色 什么是现在色 什么是未来色 其实你只要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都不存在 那基本上就通了 但是有一些人这样不通 所以再继续关 那内或外 那内外再不通 再关出跟系 那你的执着点 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都执着了 你大概就执着那一点 那你把那个执着那一点打破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每个人执着的不一样 所以他就从各个角度上去看 就好像 你如果关照无因无我 你能够证得无我 那就通了 那你不用再关照六处 十二处十八戒不用 无因无我就无我了 那你无因无我 你不容易关 你才关六处嘛 内外 就是内六处外六处 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不是说 那我一定要全部关过我才能证无我 不是 罗霍罗是这样 但是罗霍罗是因为他五因关 他没办法嘛 所以他就关六处 那六处再关不行 就关十八戒嘛 然后再不行 他其实是关缘起的 那就在关缘起 就是从各个角度去认知 哦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如果有些人他基本上 他的执着点就在那个运而已 或是在那个心而已 他关心就好了 或是关那个运 关这个无因就可以了 那一证无我就证无我 你不会说无因无我破了 还有一个六处无我没有破 没有不是这样 无因就是六处啊 六处就是十八戒啊 十二处就是十八戒啊 你从运上关 从处上关 从戒上关 都可以 但并不是每一个都要关 才可以 不是这样哦 我们 因为我们还没讲到六处 六处相对详细啊 因为十二个嘛 沿着明日生对详细相会出 那 十八戒又多了六四嘛 又多了认知的这一部分啊 就是说 好像暴露一样嘛 我大概给你 往哪一个方向走 走多久大概就到了 很简单 那如果不想 不清楚的话 要跟你想详细一点 走到哪里 往左转 过几百公尺往右转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读这种经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读阿罕经 有时候 有时候你不要被这些表面上的文字 就是 就是会 你会有些会陷入在这个文字里面 就转来转去 然后 就读了好久都不晓得 那到底 我到底是要怎么关 很多人会这样 那因为有一部分我们说 我们有 我常常觉得就是说 我们有文字上的障碍 因为现在这些都是 求那法陀罗翻的那个 都是很早以前的 但在玄奘唐朝的 比较晚的都不容易读了 这个是文字上的 文言上的 文言文 这对我们来讲都是 它有三大障碍 一个就是文字上的障碍 一个是印度的文化 印度的文化 他习惯这样说事情 比如说 那这首奖情是 他用几类 那我们就会认为 好像是一一都要很详细 那这些有 就文化上的障碍 那比如说 几个例来讲 三千大千世界 如果就我们的文化来讲 三千大千 三千个大千世界 印度的文化不是这么说 印度的文化 一个三千大千 是一个大千世界而已 三千是形容词 大千是名词 三千是形容这个大千的 那这样的文化 我们如果不知道 我们就很容易误会 就误会它的意思 那一个就是文化上的障碍 一个就是文字上的障碍 一个就是佛法名相上的障碍 那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佛法的名相 基本上比较不熟悉 何况它又是翻译的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误解 那这个在过去的主书大德里面 也常常有发现 就是会误解上这个文字 那通常这种误解 会透过我们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那个误解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其实会有这样的情形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这里讲到 这个 因为佛陀就叫他这样观 观所有诸色 那后面就是所有诸法 其实一样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内若外若出若熙 若好若丑 若远若近 那过去未来现在我们比较熟悉 就是过去色 现在色未来色 过去心 现在心未来心 那内色外色 就是心在内在外 那是出或熙 是好或丑 那如果从心来讲就是善或恶 那是清静或是烦恼 远跟近 可能就是 就是比较清楚或比较不清楚 那这一切 就是你的印象比较清楚 或是你比较认定或比较怀疑 那这个是心的方面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的身心就是 主要就是身心状态而已 只是把心分作受想形式 还是把色分作颜耳鼻舌身 跟色身相畏处 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在这个物质上细分 或是在非物质上细分 只是这样 好 那不管你怎么样观 就是你观过去未来现在 或是观内外 出息好丑远近 你要知道 那么这一切都是什么 非我 那这个我们讲到 这个重点是我 那前面那个都是形容词 那这里 比如说非我 那有时候讲 不是我 或是说 我们也可以讲 不是我不义我不相在 不过这里的选择 就是非我 或是无我 或是不是我 大概通常有这三种翻译 就是这个我的否定词 这个我 重点是要无我 重点是我 重点是这个我 否定这个我 但是因为我们肯定 肯定这个我就是我执 我们叫做执着这个我 或是我贱 那么你有我贱 就一定会有我爱 好 好 那所以要去掉我 罗霍罗问佛陀勒 是怎么样能够震得无我 所以 现在要把这种肯定去掉 就是否定 那这个否定的我里面 这个否定 否定下面基本上 如果以我们的这个阿罕经里面来看 他基本上就是 不是 非 跟无 大概有这三种翻译 那不是我不义我 就是不就是我 也不是这个字外有一个我不义我 那这个就是 一般我们讲 用 不是我 非我 无我 那非也可能就是 也可以放作不是 那基本上非跟无 那么我们说过 如果你说不是我 那就是 这个不是我 那另外一个我 那有一个我 那就很容易 有些会把它偏到 有一个真我 这个不是我 那就是 你认错人了 这个不是谁 那就是有另外有一个 那无就会落入 这个有时候你可能会 语言本身就有障碍 不是障碍 语言本身有局限 他只来呈现一些事情 那所以 他用中国话来翻的话 他基本上 一般就是用非我跟无我 那就不是我 或是无我 可能就变成说就没有 那是他不是没有 他不是没有就断灭了 他也 说不是这个不是 那并不是有另外一个 也不是 那所以这种 这种有时候 比较难以形容 但是用中国话翻出来 他就是 通常我们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无我 或是非我 因为执着有真我的比较多 那其就是常见跟断见的问题 不是常见就是断见 那一般来讲 这种肯定 它来自于两边 常见 或是断见 那常见就是有一个真我 有我 我们叫做有我 有一个真我 那断见就是无我 那无我 那无我就是完全没有 就是死了以后就断灭了 那这个 这个基本上都是否定的 都是否定的 那我们说无我 通常习惯说无我 就是说这个 因为常见的比较多 那有时候就是 像这里就 不是翻译无我 翻非我 就不是我 非我 非我 那非法有时候容易联想到 这个 这个不是 那是哪一个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 它说 比一切非我 非法就是不是我 不义我 那不疾是我 也不是 这个之外有一个我 那一般来讲就是 五蕴中 叫做疾运我 比一切非我 就一切 就是这个蕴就是我 那么这个疾运我 这个是离运我 通常 我们这个名词 一切 比一切 这一切就是包括 这个 这个色色想形式 或是 就从 过去 未来 现在 内外好丑 出戏远近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这些来看 你都看不到有一个我 所以叫做比一切 就是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分析 或是你去观察 你都找不到那一个我 所以他这里的说法就是 这个比一切非我 比一切 这一切 当然是从色法里面 色受想形式 那么 一一你去观 过去未来现在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那比一切 非我 那非我就是非是我 不是我 那基本上就是 吉 不是非 这个我 吉运我 吉运我 吉运就是这个运 吉是我 那个运有五运 色即是我 这个吉运我就变成 色即是我 受即是我 想即是我 详细来说 色受想行是 色即是我 色即是我 想即是我 行即是我 色即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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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即是我 看你执着的哪一点 认为它是我 那么或是这个五运身心就是我 不是一一的 是合起来 这个五运身心就是我 那个叫一合相 五运身心就是我 那么 非我 不义我 不义就是 不是 离开这个五运身心有一个我 就是我们叫做 离运我 离运 离开这个五运身心有一个我 也不是 所以叫做 不义我 不是 离开这个五运身心有一个我 也不是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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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这个五运身心有一个我 就是 除了这个五运身心之外 另外有一个我 那这个就是 非 一般来讲 如果要照这样来翻 就是非是我 就是 不是我 我们就全面讲不是我 不是我不义我 就是 不是这个五运身心就是我 详细来说 不是色即是我 不是受即是我 不是想即是我 如果要分 细分就是这样 那综合来讲就是 不是五运身心就是我 那么 也不是离开这个五运身心有一个我 那 所以我们如果 比较好记就是 不是我不义我不相在 那么相在就是 运中有我 我中有运 我中有运跟运中有我 我 我跟五运不一样 那我在五运中 就有点像灵魂在这个身体中 或是 或是五运在我中 五运在我的灵魂里面 那所以 那个就是灵魂大一点 或是五运大一点 只是这样的问题而已 那这个其实是 一般来讲就三种嘛 那分开来就四种执着嘛 那一一五运射受强心 就变成 变成二十种斜见 二十种身见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这样细分的话 那这个有一二三四嘛 那色即是我 离这个色有我 我中有色 色中有我 那么受即是我 离这个受有我 当然这个是后来 我们说细分的 但是一般人的执着 应该不会这样执着 他通常就是执着这个色 或执着这个心 通常执着色是我的也比较少 那 比如说断面论的 他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色法 这个色就是我 我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那基本上 他就是色是我 那 通常执着心是我 就是 我的身体死了 我的心不会跟着死 就是有一个灵魂 那这个心就是灵魂的显现作用 那死了我这个灵魂就 就随着 随着这个 这个业力或随着到哪里 那这个有时候 我们佛教徒 偶尔也会类似 有一点类似 类似像这样的执着 那 那 因为我们也会觉得 就是 依佛法来讲 就是人死了 那么 他不讲灵魂 他讲中阴身 就是 他有一个代替 就是说 他绝对不会有一种 那种叫做 没有身的存在 单单只是心 那你说 无色戒的怎么办 无色戒的不是只剩下是吗 但是 所以这个就有讨论 如果没有身心的存在 单单只是是 他会不会存在 但是是也是一种心 他也不是一种 我们叫做灵魂 也不是 他是一种存在 但是他可能有一种 很维系很维系的身 那 所以到底有没有离开 阿拉耶这个身的心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讨论 那 但是这个其实都牵涉到 所谓 我跟无我的问题 包括 后来我们讲 为是阿拉耶是 去来先后做主翁 做主公 就是说做主翁 他是主人翁 就是 先走的是阿拉耶 然后 就是 最后走的是阿拉耶 然后先来投胎的也是 阿拉耶来投胎 那那个阿拉耶是什么 阿拉耶是灵魂吗 就有也会 那个是我吗 还是 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 好 那阿含经里面 我们来看 他这里 重点 其实我们看 后来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佛陀在跟罗霍罗讲 怎么证得无我这一块 其实没那么复杂 我们 我们后来 要证无我 反正好像显得很复杂 很难 好像一定要读懂 这个中观论诵 我们才有办法稍微知道 无我的皮毛一样 后来有一点点这样感觉 就是你读不懂中观论诵 你大概就证不了无我 中观论诵讲报不重当 讲这就比较 我们说比较悬一点 就是哲学化比较多一点 那完全是因为要对峙当时的六派哲学 那佛陀主要是他对峙当时的六四外道 他不太一样 那这个 其实如果我们从运相应来看 要证得无我 老实说 基本上并不是我们觉得的那么困难 不是那么困难 不过要彻底证得无我 因为证得无我 我们讲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分别我见 第二个层次是巨生我见 那从分别我见到巨生我见当中 他要看人 看人的智慧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证出国的 有些还要七次 人天晚晚才能证阿罗汉 但是 因为我们 一开始就认定 这个 我要证得无我 是不可能的 就会这样认 但是其实他欠缺的只是方法跟恒心 就是你用个正确的方法 然后你持续这样的用 有点像船木取火 或是 或是这个 这个我们说 这个击沙城塔一样 就不断累积不断累积不断累积 那么他其实他就可以成就 那 他分成两个部分 那如果是出家人的话 他就是一直在这个部分 这个 水边淋下 那 或是打坐 或是清醒 都在思维这个道理 如果是在家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 他有空的时候 他就思维这个道理 有空的时候就思维这个道理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做早晚课 可以像这样 那 如果出家的话 他就不是早晚课 他是早晚都在做功课 那么所以他就不一样 那所以他这个层次的话 就是说 你正得的快慢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正确的去思维他 如果你不正确 那 那当然你怎么思维都没办法 愚公移山 他是 他是一次产一点 一次产一点 是可以把山移掉的 就是 他总有一天 他讲的其实是没有错 他死了他还有他的儿子 儿子死了有孙子 只要一代一代的持续努力 我们这一次死了还有下一次 下一次死了还有下一次 你不用担心 那我没有下一次怎么办 没有下一次你就解脱了 你开玩笑 那所以 你一定会 你就这样持续持续 那 到真正解脱你就没有下一次了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持续 因为我们都是随夜来的嘛 随习惯来的嘛 依你的习惯信念来的嘛 所以你持续这样做 你有一天一定可以得解脱 一定可以的 没有问题 只是你只要方法对就好 那么用愚公移山的精神 去求解脱 可以解脱 但是你要方法对 那你这座山那么高 你一天惨一点 一天惨一点 我见高山也很高啊 一般 一般这个阿安经 大圣经里面 最喜欢用山 来比喻我见 比喻我见 二十重的斜见高山 就惨平了 那你用愚公移山的精神 去除这个我见 其实可以的 你一直去掉一点 我执一下 一直认识一点 一直认识一点 但是如果你的方法是错误 你就是累结 你也断不了 那个就好像 我们说就好像 垮户追日一样 垮户逐日 你再怎么追怎么追 追一辈子 追得深深湿湿 也追不到太阳 因为它就不在同一个地平线上了 你的认知错误了 你的认知错误 所以它基本上要 你确认这个方法 罗霍罗去问佛陀 也是他修了之后 他觉得他没办法断 所以他去问佛陀 问清楚 因为佛陀常常说法 说的都是这个而已 你们看前面讲的 不管前面最难讲的 但是讲的都是这个而已 在哪里讲都是讲无我 无一无我 可能是最初讲的 后来发现有一些人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开始讲六处 其实是这样 六处讲的非常的多 那么 或是他就讲远起 其实远起无我 六处无我 无远无我 都是同样都是无我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而已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而已 就好像有很多门 从这个门也可以进 从那个门也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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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从那个窗户也可以进 只要你知道的话 好 那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比一切非我 不予我 不相在 如是平等会 如实观 那平等其实就是 无有差别 那平等会 就是普遍于一切而无差别 如果依为字来讲 就是没有虚妄分别 那一般就叫做如实知如实见 那有一些是讲 就是没有间隔 没有差距的 就是持续的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就普贤卤卤卤卤卤卤卤这样讲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的 以智慧去观察 那这个叫做平等会 就是没有 中间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那么 去观察 这个五蕴生 那如果 依巴利文的这种解释来讲 其实就是 简单讲 就是正确的智慧 那宝基金 他就翻做 叫做如实正观 平等会 有时候又翻做 如实正观 那有时候 如实正观 如实正见 那简单讲 就是如实知 如实见 那 我们用白话来讲 就是 就是 持续无间隔的 以智慧去做观察 叫做平等会 如实观 就观他的如实相 就是真相 我们一般讲 叫做实相 好 如是如后裸 那么实相是什么 实相就是无我 实相就是无我 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我人众生受者命者 生者羊者 死者 齐者 齐者 死齐者 那么这一些种种 其实都是我 我的别名 如是如后裸 比丘如是知 如是见 那么 就知如死 见如真 一般有时候也这样翻 与此事生 及外境界一切相 那么 此事生 我们前面讲过 以这个氏为主 那么 这个生是氏所住 就氏氏住 五蕴基本上 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氏氏住 那这个也是印度 这个氏 氏也是形容词 就好像六群 比丘一样 三千大千世界一样 氏这个是名词 这个氏是在形容这个氏 氏住 氏 如果我们照中国的 中国的语法来看 有四个氏 那不是 他是 氏 依 就是氏住是 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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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是氏所依住的 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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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文化里面 我们刚才举个例子 比如说六群比丘 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佛土 都是这样 那你要习惯这种语法 六群比丘 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佛土 阿弥陀经最常见的 过此西方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明约极乐 他基本上都是这样 六 这个都是形容词 三千也是形容词 十万也是形容词 这个亿 这个一亿就是十万 一个大千世界就是小千中千大千组合而成的 一千个世界叫做一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叫做一个中千 一千个中千叫做一个大千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十万亿就是一亿 十万亿就是一亿 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 一个大千世界 六群比丘就是一群比丘而已 只是这一群有六个人 一群六人的比丘 他不是有六群 那就是一群 那四四祖 就是 这个四一这四个儿祖 一般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运渡的语法 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文化上的障碍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这些你要先清楚 你才能知道它在表明些什么 那么四一 四一 就是四认这个色受享全为我 这个四是了别作用 那么以四为主 以四为主来讲 那四是比较核心的 所以叫做四四祖 那其实就是我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五印来讲 就不一四为主 就五印 或是讲六处 或是讲六界 这是不同的我 那这个是 就它的内容来讲 那如果就它的称呼来讲 就不一样了 我人 众生 受者 命者 生者 养者 这个作者 使作者 其者 使其者 就非常多 就十六种 所以这些 它现在是以四为主 此四身 那么这个四身 四身一般的解释是 有四之身 有这个四 就四一这个四为主 有四之身 或叫做有取四 或叫做有取四 有取四之身 所以有时候叫五取韵 五受音 五取韵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说 我此四身即 四身之外 这四身就是内 四身之外就是外 我们刚才不是有观内跟外吗 那内跟外 可以就是 以这个身为内 以这个身为 身之外为外 观这个身 内身跟外身 身内跟身外 观身跟身外 此身及外境界 那一切像 五有我 就这里就讲 这里就五 有我 我所见 就是否定掉 你认为这个我是有的 所以这个五就是否定 当然我们可以解释没有 但是没有很容易 不要认为没有就断面 很容易把没有变成断面 外道也有讲无我的 可是那个是断面 但是 语言上本身就是这样 我们要记得 前面那个是否定 否定你的直取 你直取 有我 我所 有我就有我所 那么有我就叫做我见 那有我所叫做我所见 所以否定掉没有 我我所见 那 比较维系的 就是我慢 死 细着 那这我们前面有说过 死 基本上 其实就是烦恼 细着这个烦恼 为烦恼所细着 那重点的这个烦恼就是我见 有我见我爱 好 那么 那么 正无间等 正无间等 正无间等其实就是正确的 现观观察 如理的观察 如实的观察 就好像我们讲 前面的平等会如实观 那 就近苦边 能够彻底的断除 生死轮回的苦 到了苦的边 就不再受苦了 那 这个 罗霼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那很明显 就罗霼听了之后 也没有解脱 那回去他还要再修了 那罗霼是到后来 到后面 会讲到 这个佛陀告诉罗霼 那么 他一直没办法得解脱 然后 你有没有去 你有 你听过五蕴吗 你有去思维五蕴吗 有 在 思维六处吗 有 在思维这个十八戒吗 思维缘起无我吗 有 再去为别人讲 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那因为罗霼毕竟还小 他读的书没有那么多 罗霼是从小出家 跟舍利佛目见 跟佛陀不一样 佛陀小时候都是学废陀经的 然后这些文工五字他都读了 所以他是有读书的 舍利佛目见人也是有读书的 可是罗霼是没有读书的 他还没受教育 就被他爸爸带去出家了 他要去哪里读书 他才几岁 他就去帮他爸爸带去出家了 所以他是做沙咪嘛 所以他基本上读的书不多 那读的书不多 对于 就是说一样你是有读书跟没读书的 你来读阿罕前基本上就有差 因为你刚刚要认字而已 那你那些名词你都还不熟悉 那像这种五蕴、六处 那么这些名像基本上 我们说很多佛法的名像 都是印度旧有的名词来的 只是佛陀把他深化而已 就是在深入 比如说解脱、涅槃、我这一些 基本上都是印度原有的名词 那你读书你学习 你基本上就稍微会知道他的意思 那只是佛陀在正确把他的意思说清楚 那罗霍罗这一部分基本上 就是他可以说他比较没有读书的 从小出家哪里读什么书 所以他在理解 就是也没有那种习惯性的思考 其实印度人基本上哲学思维很强 他们的宗教气味很浓 那哲学思维很强 那这一块罗霍罗算是比较没有训练 跟你说像跟那个吴比丘 没有讲多久就真的阿罗汉 甚至那些拜佛外道三加色也都正阿罗汉 那但是罗霍罗是第一个撒民 而且他小时候没有读那么多书 很小就出家了 所以佛陀虽然讲了很多 他比较没有那么快理解 也可以可想而知啊 好你像舍利佛就不一样 舍利佛佛头都没有跟他讲五运五我六处五我 他只是听马圣比丘讲 诸法音乐生诸法音乐面 他就能够正五我 那是因为他还没 因为他跟山若鱼写山若鱼多多少少 印度文化这一部分也是很强的 哲学家 他的师父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这一块他哲学家 哲学家最厉害的就是什么 思考 养成思考的习惯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多文 但是没有思考 更不用讲 这里讲的叫做观照如实正观 叫做修 我们叫做文思修 那我们通常只是文 那没有思 没有思没有修 那思也是蜻蜓点水稍微想一下 想不通 哎呀 算了算了就不想了 是不是 通常都是这样 要不然你回去 没有想过五韵五我吗 肯定有肯定有 那你想了多久 我要告诉你 通常通常想五韵五我 不会想超过十分钟 你信不信 你就不想了 你不会想超过十分钟 但是你想过哪一个人伤害你 哪一个人见你没有抢 绝对超过十分钟 你这一生受什么苦 你绝对很深入的想超过十分钟 这个就是差别所在 对不对 对 那你好好念佛 有时候你也可以念超过十分钟 但是我们没有习惯 就是这里讲的 观照 如平等会正观 相许 没有间断 没有杂念的 去思维这个 念佛有时候 要十分钟都没有杂念也不容易 哦 单单念佛你十分钟都没有杂念 你哪一个念出一百零卡 从第一课念到第一百零卡都没有杂念 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小功夫 那个是小功夫而已 稍微有一点点 因为念一串不用十分钟嘛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正五我 你绝对要培养这种习惯 你决定要培养这种习惯就是 第一个心专注 第二个思维很深入 心很专注 思维很深入 你的方法正确 那么渐渐渐渐 你基本上就可以 你先试着 你先试着 观照五蕴 那么观照五分钟 都非常的专注 而且深细没有杂念 然后再静静这样挂 你看罗霍罗也很专注啊 但是他因为他学的没那么多嘛 老实讲 罗霍罗去问佛陀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你们学的多 因为你们已经听过很多了嘛 虽然是我们这样讲 但也是佛说的 还是这样说 罗霍罗可能没听那么多 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概念 其实都已经有了 我们不模糊 也模糊 但是不是像你完全不懂那样模糊 那罗霍罗刚去问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有很多的 听文的法 第一个我们可能听得比罗霍罗多 而且我们可能比他还清楚 但是我们欠缺的就是 没有所谓这里讲的 平等会如实正观 就是我们没有如实去观照 我们也许专注 但是没有持续 这里叫做无坚等 无坚等正确的 而且反复持续的观察 所以我常常讲 就是三种思维嘛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跟什么 塑塑思维 要一直持续 一直持续 那么功夫当然越久 你成片 那就是相信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只是你这个念不是念佛 不是念纵 不是念经 就是念法 就是念法 就是你就是观照 无我 这我是什么 你就这样深细去想就好 那么功夫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问题是我们大多数没有人 因为你会觉得 那我这样想 那倒不如我念十分钟的佛 还有功德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么很多人愿意念 用半个小时专心诵经 用半个小时专心念佛 用半个小时专心持组 但不一定半个小时专心思维 我告诉你 多数的人没这种习惯 真的 那差就差在这里啦 为什么一件事情发生了 你也想 但始终想不过来 想不清楚 想不明白 越想 越想心越烦恼 不想还不那么烦恼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的习惯不对 很简单 实际上是这样子 好 那再往底下看 那所以 比丘若如是于此 事生即外 就是生外的一切境界 无有我我所见 我慢死细走 是名断爱欲 断去诸解 正无间等 究竟苦边 好 那这个是二十九经 那是二十八经 罗霍罗去问佛陀的 好 我们来看三十经 二十九经是在竹林经社 三十经也是在竹林经社 那么也是罗霍罗的 那这两部经应该有可能是同一部经 那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经 但是一般佛陀不会讲两次的 但也有可能 不过这个可能是同一部经 不同人的记忆 不同阿罗汉记忆不一样 这么快 先下课